各位学员大家好 今天呢咱们开始漏洞专题底下 针对咱们X2S跨站脚本攻击 这个专题的一个概述进行一个讲解 以下呢是咱们X2S跨站脚本攻击 这个专题的概述的一些具体的内容了 就是咱们的专题内容 那么咱们接下来的课程呢 将会从以下这三个方面呢进行一个展开 那么第一个呢 咱们将要介绍一下咱们X2S跨站脚本攻击 它有一些定义啊 包括它的一些分类 以及它所对应的一些危害都有哪些 那么第二个呢 咱们要介绍一下X2S跨站脚本攻击 常见的一些这个编码啊 以及它绕过的一些这个手段及方式 那么第三个呢 咱们将有一个这个实力演示 就是如何利用这个啊 X2S跨站脚本攻击啊 这个漏洞去获取用户的这个Cookie啊 等一些密码信息 并伪造这个Cookie啊 去这个尝试去登录 那么咱们X2S跨站脚本攻击啊 这个专题的这个学习对象是谁啊 是咱们这个性安全技术的一个初学者 那么针对这个专题啊 我们给出了以下啊 这个三条学习的一些方法 那么第一条呢 就是说我们要学习 并掌握咱们常见的 这个HTML Jarscript 等等一些这个脚本语言 第二呢 就是咱们要需要灵活的去使用 各种不同的啊 这种HTML标签 第三呢 啊 就是咱们要尽可能的去掌握 啊 去运用这种XS跨站脚本攻击的 不同的攻击形式啊 以及不同的一些手段 底下呢 是我在这里给各位学院画了一个 这个XS跨站脚本攻击啊 它一个常见的过程 那么这里呢 主要有三部分组成啊 那么第一部分呢 就是这个攻击者 也就是俗称的这种黑客 第二呢 是咱们这个普通用户 第三呢 是这个web服务器 那么它是呃 怎样的一个这个流程呢 那么这里呢 肯定是首先啊 有这个攻击者啊 他向普通用户啊 发送了 比如说通过这个email 或者http啊 等等一些手段 去发送一个这个构造好的啊 一个这个url 给客户 给这个普通用户 那么此时的普通用户呢 因为他本来呢 就没有一些安全的意识 那么他会直接啊 打开这个url 在这个流量其中 那么打开之后呢 那么此时呢 他这个请求呢 会发向这个web服务器 web服务器接受到 这个请求之后啊 他会执行其中的这个脚本 并且呢 把相应的这个数据呢 返回给这个普通用户 那么在普通用户 因为这里普通用户毫不知情 所以呢 这个url中的这个恶意脚本呢 他会将普通用户的这种cookie啊 等等信息 发送给这个攻击者 那么此时攻击者呢 他就可以使用啊 这个盗取来自这种cookie啊 等一些信息呢 来伪造用户啊 去登录 那么以上呢 就是一个比较啊 通用的啊 一个这个常见的 一个这个跨站的 一个请求的过程 一个攻击的过程 好的啊 那么咱们本次这个 XS跨站脚本攻击 这个专题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观看 Thank you